教教这个程式设计啊 其实并有很 其实也都偶然 因为不是说我 其实主要我会写 我会 会来教程式 实际上是我喜欢 来撰写程式这件事情 变成我的兴趣之一 所以把我的兴趣跟 我的工作结合在 其实也是一件蛮快乐的事情 然后呢 我又可以把我的上课 录下来分享出去 然后又因为这样 可以获得一些 一些回馈 感觉还蛮好的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 六个加一个 就是七个号码 所以七个号码 你就在想 这个地方我要宣告一个阵列 所以在Java里面 怎么宣告阵列 比如说我就 一个什么样的阵列呢 它是什么样的形态 所以你要有资料 哪个形态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需要一个int 整数的嘛 那这边因为没有小数点 所以不用double 我用int ok 然后会有需要 有七个 所以七个的话 你可以用 宣告空间的话 就是 给它长度七 然后第二个是说呢 乱数产生 ok 那乱数产生的话呢 你就需要想到 用哪个方法 或哪一个 那个类别 可以帮 帮我们做到 那我刚刚有讲到 如果你要产生乱数 你有两个方法 至少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 mass.random 的方法 是mass 类别里面的 random方法 然后呢 或者是用random的 类别 random类别里面呢 也有产生 这个乱数的方法 不过 因为random 它不是 预载的一个 类别 所以mass 比较有 因为它是等于 在那个java.lag 里面的一个类别 所以你不需要import 那用mass 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所以我们用mass.random 产生什么呢 产生一个乱数 那乱数的话 是介于 1到42之间 ok 那将来就是0到 就是说呢 如果各位数字的话 就要加0 那不可重复会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不可重复啊 你要产生乱数之后的话 你还要跟前面比较 有没有 比如说第一次不用比嘛 第二次就要比 第二次你要跟前一次比 没有没有一样 那就直接用这个 如果一样的话呢 那就重复再产生 那第三个也是这样 第三个跟什么 跟比较呢 跟前面两个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要比较 那这个部分比较不好写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刚讲的阵列 所以呢 我们需求 其实有时候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就是我会先把那个 我自己个人写作的习惯是这样 我会先把我的需求写在注解上面 比如说呢 我第一个我需要一个阵列 那我要怎么宣告 所以我可能刚开始不太知道怎么做啦 不过呢 你先把注解先打上去 然后用什么顺序啊 我喜欢用1234 反正就 需要的部分就可以什么 加上去 所以呢 第一个宣告一个阵列的方法 好这个我想应该各位都知道 new 一个什么int的一个 7的话是它的长度 也就是0到6 0到6 总共可以放7个东西 那7的话是它的什么阵列的长度 所以那个 num的那个.dex的话 它的长度就会是7 那编号的话是0到6 我想这个概念应该大家都有了 java的这个阵列部分 所以我就宣告了 那这个是一个资料我要放的空间嘛 对不对 ok空间有了对不对 再来的话产生乱数 那产生乱数的部分的话 我必须要给一个回圈 如果你不给回圈 你就要重复跑很多程式 所以回圈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一样是从0 所以呢 我这边宣告一个int是i 一般都用i i等于2 然后呢 什么情况会进入回圈呢 就是当这个i 什么呢 小于或等于6的时候 其实或者是什么 小于7也可以啦 小于7的话也是ok的 条件 那它的布进方式的话是加加 有没有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应该最基本的回圈 然后它就一直跑跑跑 那跑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产生乱数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max.london 乘上42 那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 max.london的说明 里面基本上 它跟其他语言都一样 它会产生的值 max.london会产生的这个值 它一定是在0到1之间 0到1之间 但是呢 它会等于0 但是不会等于1 就是小1的1 比如说最大值是 0.999999 所以0到00999之间 对不对 所以我如果乘上42的话 会产生什么值 就是0到多少 0到41 对不对 0到41 所以0到41之间的话 那我们要产生的之后 是1到42 所以怎么办呢 加1 那加1的话 就会变成说 变成是1到42 0.999 那因为后面还有 0.999 我要怎么样 把它去掉的话 那最简单的方式是用什么 用强制转型 强制把它怎么样呢 转成整数 整数之后后面 0.999 就卡掉了 所以以后的话呢 如果你要产生一个 什么样的变数的话 反正你就记得 前面一定是 0到多少 它0到0.99 然后乘上这个数字加1 再把它的小数点去掉 这个方法 那或者其他 我想这个当然没有标准答案 你们可以再思考一下 那你要了解一下 这个renden的变数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有说明 它会是 equals to 0.0 有没有 and less than 0.1.0 这边都有答案了 所以基本上 很多方法 其实你游标放上去 然后呢 Eclipse里面都会自动连到 那个Java的Duck的网站上面 会帮你跳出说明 不过呢 都是英文版的 它没有中文的说明 如果你要有中文说明的话 好像网路上有一个翻译的 不过翻译不是很好 这是 不过有的状况是 如果你电脑没办法连线的话 这个Duck也不会出现 这个是官方版的Duck OK 好 那这边的话 我们就是 产生这个之间 然后输出结果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输出到底下 所以第几个号码 那因为最后一个号码是特别号 所以我判断是一幅 小瓜糊里面 I小于6 当I小于6的话 表示是什么呢 第几个号码 那当I如果是 如果是 等于6的时候 else 对不对 它就是特别号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是判断什么 判断它是不是特别号 的输出方式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是判断什么 它是不是 小于10 小于10就各位数字 如果各位数字的话呢 最简单方法就补一个0 不就好了 当然方法还不只是这样 这个 那个如果我是要判断各位数字方法 这个是算比较偷懒的 还有别的方法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这边已经做完了几个部分 这个应该都看得懂 然后就是一幅判断 然后呢 sist and the out 输出第几个号码 到I加 第几个 因为是0开始 所以把它加1 然后是特别号 再来的话 后面的号码 冒号 加上那个号码 OK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本身就有冒号了 输出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输出到console 那将来因为 还好你们不是在那个DOS里面开发 如果DOS里面开发 你还要自己去把 那个test mode把它打开来 然后自己再敲那个程式 其实太不仁心 现在几乎没有人这样开发了 大部分都还是用eclips OK 那我们秀出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那不过可能会有个问题 就怎么样 这还好没重复 我们看一下 17 有没有 你会发现到第一个号码 跟第二个号码 第三个号码 重复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基本上如果你这样交的话 你会有一个地方没分数 号码之间不可重复出现 那这个部分的话算是比较困难的 这个地方就被打叉叉 没分数 那也就是说这样算下来 应该差可以拿个 50分的话应该可以拿个40 应该还是有40分的 50分 一个这个这个部分的话 大概差不多10分吧 所以 所以 基本上 如果你实在是这个地方写不出来 那有bug 你千万不要放弃 这个地方不要写 没关系 因为只有这个地方被扣10分 那你如果扣10分 那另外一题再拿30分 那你还是会过啊 不要这样不要傻傻的很多同学就是卡住一定要拿满分 千万不要傻傻的 反正你这不会写没关系 先去写下一题 等到下一题写完还有时间你再回头 因为你们只有一个小时 真的不要像有些同学 就把一个小时全部再拿来debug第一题 即便你第二题会写 完蛋了 而且你考试的时间过得飞快哦 不像你想象中的 我以前最赶的 我印象中最赶的就是考那个Android也是一样 Android好像考100分钟吧 我发现只要你有个地方卡住哦 你就会发现那个时间过得很快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一直在做那个地方的bug 反正你可以先让程式可以run 那那个部分可以暂时没有分数没关系 你一定要先拿有分数的 不要说卡住就秀不出来 那bug你这变0分了 OK所以一定要拿到分数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号码之间不重复的话 又该怎么做 OK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那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